歡迎大家回到dsc物理樂園 剛才我們就簡介了dsc物理會考什麼有什麼範疇 我就極力推介大家來歷學的部分 為什麼歷學那麼重要呢? 歷學在dsc課程中佔分很重 另外就是就算你不是歷學的題目 電磁學的題目也好 裡面會混合歷學的東西來考 所以歷學的題目就非常重要 只要你歷學讀得不好,往後的東西都會倒閉 那麼歷學我們見到左手邊的公仔 那些公仔是誰呢?就是歷學 發明現代歷學的人,就是牛敦 我們現在讀的歷學主要是牛敦歷學 牛敦歷學之後當然會有些相對論、量子歷學 因為我們物理不斷演發不斷進步 但是dsc課程中我們就不會學到那麼深 相對論我們會學少少 我們會學歷史坦最著名的公式 E等於mc square 如果各位有興趣學相對論或者量子歷學 就可以看回我們台的另一個節目 陳志雲唱譚物理 好了,我們現在講一講歷學 應該怎樣去理解它 傳統上力學會分為兩部份 mechanics 是力學 可以分成兩部份 第一是運動學,kinematics 第二是動力學,dynamics 最上面那個 equation mechanics 等於kinematics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演 其他物理學家都在當中找到其他很重要的物理量 想大家去認識 例如有能量、動量、力舉 慢有引力也是牛頓的一個偉大的發展 好了,我們現在先不要貪心 我們樂園有那麼多東西 我們要慢慢慢慢去玩 我們一定會玩完這張powerpoint上面的所有題目 好了,我就這樣給你一些名詞 大家當然覺得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好了,我們現在就慢慢慢慢逐個去解釋他們是甚麼 我首先講了運動學kinematics 運動學kinematics 就主要 不好意思,飛一飛 就是主要 希望用數學去 形容以下這些物理量之的關係 哪些物理量 速度、加速度、時間和位移 形容他們之間關係的學問 就稱之為運動學kinematics 甚麼意思呢? 就例如,如果我跟你說 例如我開車 我由靜止去到100km per hour 只需要三秒 其實我講這一番話 已經講了運動學最基本的東西了 就是 速度、加速度和時間的關係 如果你之後讀物理的話 我剛才講了一遍 由靜止去到100km per hour 只需用兩秒 如果你學運動學之後 你會知道兩秒期間 車子走得多遠 這是我們逐一思物理做到的東西 我們往後就會詳細地講 教大家具體做這件事 好了,運動學是講 五者的關係 速度、加速度、位移時間 速度 你會再細分初始速度 即開始的時間 開始的速度 以及最後的速度 那五者的關係 他不會問這個問題 他不會問 咦?因為什麼原因 令到物件有加速度 這個問題不是運動學答的 好了 剛才我們講過 運動學加動力學 就是整體的力學 其他能量、動量 都是一些更加適用的工具 但整體來說 你只要學會運動學 以及動力學 你都回答到絕大部分的力學問題 運動學不會回答什麼呢? 剛才講過 就是不會回答 因為什麼原因 令到物件有加速 這個問題是什麼回答呢? 相信聰明的朋友 大家都猜到了 就是動力學dynamics 那部分去回答 動力學dynamics 那部分 主要都是牛頓力學 去回答 什麼會令到一件物件有加速 好了 牛頓力學只有三條 其中第一、第二條 還可以合成一條 那條公式 往後會詳細說 叫F等於MA 或者再仔細說 Leg force is equal to mass acceleration 如果只需要拿著牛頓三大定律 就可以完成動力學的部分 好了 我們DSE課程裏面 我就會 頭一部分 主要講 運動學和動力學 兩者之間的聯繫 聯繫就是加速度 好 好了 在DSE課程裏面 我們主要有三種運動 你需要很熟悉、很了解 第一種直線運動 直線運動 即是在一條直路上 你只要前後走 你不能夠向其他方向走 只可以向一個方向走 一圍的運動 就叫直線運動 這個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開始 去教運動學 然後 另一個日常生活 每天都經常見的 你打籃球 我射球 我拋高支筆 這支筆的軌跡就是拋物線運動 通常拋物線運動 就會比較複雜 以前舊制 就會中六才讀 現在新制 可能中四 教完 中四下學期就會開始教 間教學校不同 但是拋物線運動 比直線運動為複雜 最後就是圓周運動 有什麼是圓周運動 例如我們 去海洋公園 玩回船木馬 那隻木馬圍著軸心轉 這是一個圓周運動 例如 地球繞著太陽轉 這是一個圓周運動 又例如 月球繞著地球轉 這是一個圓周運動 我們學會圓周運動之後 我們就有很多 天文學上面的東西 我們都計算到 例如你可以 可以透過圓周運動 來估算太陽的質量 是多少 這件事其實很偉大 你想想 一個中學生竟然可以 憑著幾條算式 去估算到太陽的質量 是幾大 質量就是幾多KG 其實這些東西 我想是幾百年前的人 猜不到 幾百年前的人 是想像不到 可以這樣去 去估算太陽的質量出來 但是現在 隨著文明的進步 一個中學生 透過學習物理 透過學習高中物理 都做到這件事 其實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這個就是提到結令 講了運動學 我們會學些什麼 動力學 我們會學些什麼 我們就正式會進入運動學 線性運動這一部分 首先 我剛才說了很多次 物理量 物理量 什麼叫物理量 其實是很簡單 就是物理學 能夠處理的一些 你想計算出來的一些 質量 例如什麼 時間 例如可能力 這些都是物理上主要 會去考慮的一些 一些 一些量 我稱為 一些 不如這樣 我剛才說得不太清楚 現在我嘗試用一些 透過交易的方法去告訴你 什麼不是物理量 有些是很重要 很寶貴的性質 愛 是一些很重要的性質 但是我們不會處理它 物理是處理不到愛的性質 我們首先 不能夠量化它 我都不能夠把愛跟其他物理量 例如力 加速度 那些關係 不能夠跟它連起一些關係 所以愛這件事很重要 但是不是我們處理的物理量 又例如 自信 希望 勇氣 信 勇氣 看外 全部都很重要 但是這些都不是物理學會處理的東西 那 我們物理學處理的東西 主要都是一些可以量度的東西 那 我現在就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好了 藍色的部分 告訴你物理量 主要分了兩個大類 第一大類 就是 是scalar scalar scalar 只有大小 什麼叫大小 是manative 譬如這樣 我自己自爆自己的體重 那我的mass 即我的質量 就會是70kg 70kg 這個就是一個scalar 即是一個标量 它只有大小 而沒有一個方向性的東西 那第二種呢 就是向量 向量是一個有大式方向的東西 很簡單 我舉力作為例 我先拿一些工具